那本土病例1名 境外移入7名 那沒有死亡的個案 那這一名是在新北市 也經過一個快篩 然後在醫院裡面 也有檢驗過 但是也都有陰陽的一個情況 檢體也送到昆陽來做復驗 應該CT值很高 那也有陰陽的情況 那不過因為昨天也有驗註一個 雙基因的陽性 那加上我們專家的一個討論 那我們現在把它判定成是陽性 中國大陸打疫苗的民眾 只要滿四周的話 回臺之後可以混打臺灣有的疫苗 有一些民眾他們就比較不理解 就是說 為什麼在國內打莫德納 想要混打BNT 還要等本土試驗才可以呢 在中國打過疫苗回到臺灣 那基本上 他們需要打這個第二劑 那我們就會盡量協助 那不過我們這個月底 還會再跟專家再把它確認一下 根據現在有的一些資料 比較完整 那再來好好就是說安排怎麼樣來做施打 各個餐廳裡面發生的事情 那就由地方衛生局去認定 就事實去做認定 那不過我們現在的一個方向 大概就到六成 大概到了六成之後 我們陸陸續續還是會開放 其實面對機組員3加11的決策提議 之前部長也都說會負責 面對媒體詢問的時候 後來是回應說 3加11跟800條人命有什麼關係 請問這樣算是改口卸責嗎 我們在3加11的報告裡面 有跟大家說明過 那他跟後續5月多發生的疫情 是不是基因定序是相同的 或相同的病毒 他就是一定是一體的 他可以是一個群聚 但他在現在看起來是平行的一個案例 原來我們做的是3加11的基礎版 那為了一些獨立的事件 那跟那時候的春節的專案 說我們加研 那加研並不是說永遠就這樣研下去 是要這樣爭取一個時間 來檢視我們相關的一些外站的管理 從7加7 然後到3月12號那時候 大概有了6000多例吧 那都是陰性 所以在等了寬了一個月 那並沒有發生什麼樣的特別的情況 那所以就用3加11再回來原來 但也為了就是說讓他能夠更安全 所以我們才要求說還是要有一次的檢測 的陰性 然後這個3加11這個辭職了之後 然後加上大家喜歡把他諾夫特連在一起 那後來的傳播裡面在做疫調 也看不到他跟前面這個所謂3加11 或諾夫特這樣的事情有連結 所以這兩個 基本上我們認為是幾個獨立的事件 國慶的部分 那從10月9號的晚會到10月10號上午的大會 還有10月10號晚上的這個煙火的釋放 因為在三個城市來分別舉辦 那我們都分別提出相關的防疫措施跟計畫 那以晚會的場地來講 我們都符合現在指揮中心 所頒訂的室內跟戶外的這個標準來做進行 所以以新竹市辦理晚會的這個場所 事實上它可以容納 1、2萬人 但我們在規劃上面 應應防疫 所以目前的規劃是只有2500人進場 那國慶大會的部分 那過往在凱道前面是可以達到1萬多 多人來進場參 目前的規劃是降載到6000參加國慶大會 那國慶煙火的部分更特別 那以今年在高雄 規劃跟釋放的地點是在整個高雄港的港區 現在目前主辦單位規劃的這個場域 如果按照正常 可以達到60幾萬的人 高雄市政府跟慶酬會 這邊是共同合作 那我們依照防疫的措施 所以每一個人都會有座位 每個人都間隔1公尺以上 依照現有的這個疫情的 狀況跟規劃 以2萬多人的這個人數 就大幅下降 但是會隨著這幾天的狀況 再來做一些調整 colored正恩 響方 詞 Hi ever 看一下 inf Надо 我也給了 説 demonic